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奶奶 我好想你啊 的大棒啊 哎呦 我的头啊 又是熟悉的一幕 又回到和奶奶斗智斗勇的日子了 来来来 看这次奶奶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玩具 呃 还有个手电筒 走 让我们活得潇潇洒洒 先过来隔壁房间看一下 诶 诶 这里有个猎枪的碎片 走走 我们从这边的密道直接穿到车库 然后先把这个猎枪拼凑好 根据我跟奶奶多年的斗智斗勇的经验 在这个家里面有武器就是大哥 先把这沿途的物资刷新点看一下 诶 是玩具熊和汽车电池 呃 暂时用不上 先看别的地方吧 去下面的小隔间看一下 诶 又是一块猎枪的碎片 可以可以 那就直接去地下车库吧 把这个放在图纸上 然后载回去拿另外一块碎片 可以 现在就差最后一块碎片了 应该是在一楼客厅厨房那边了 走 我去看看 好像听到奶奶的声音了 还是要稳一点 那边有一个小铃铛 嗯 还是绕一圈过去吧 奶奶家里怎么不开灯了 这也太省了吧 厨房的东西应该是最多的 看一下这些厨柜里面有没有 诶 这个是奶奶的花香碎片 那不管了 再看看冰箱里面 诶 奶奶 你怎么过来了 乖孙 你又在这里干嘛呀 我 我不是来找猎枪碎片的 哦 原来想找枪来欺负奶奶 呃 不是不是 我饿了 我想来厨房看看有没有东西吃 算了算了 我还是回房间吧 乖孙啊 奶奶这里有个好东西给你吃呢 呃 是吗 什么呀 奶奶给你吃个大棒子 哎呀 又是这个熟悉的感觉 还是要赶紧把猎枪注装好啊 要不然每次被奶奶追上了 就一顿揍 一点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哇 奶奶好像走过去了 怎么办 我现在不太感动了 呃 下去看看 算了算了算了 我还是走另外一条路 啊 奶奶过来了啊 赶紧进房间 所以说瓜哥好习惯 从这边再出去 看奶奶就跟过去了 乖孙 你在跟奶奶捉迷藏吗 奶奶 你快看 费碟 只要不被奶奶看到躲在床底下 她就绝对不会发现的 哎呀 总算是躲过去了 算了 厨房现在太危险了 我先去密道看看 说不定才有什么道具用得上呢 哎 奶奶 乖孙呐 奶奶又来了 啊 哎呀 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 不行 这次我直接去厨房 如果奶奶过来了 我就跟她擒王绕柱 哎 我还玩不过你个老太婆了 赶紧趁着奶奶还没过来 先搜一下这几个柜子 这几个柜子怎么只有个把手呀 这不有点亏了 乖孙呐 你真调皮 哇 奶奶 你怎么又过来了 乖孙 奶奶想你嘛 快来让奶奶抱抱 我才不要让你抱呢 奶奶 你这个位置的呢 我没办法了吧 嘿嘿 乖孙 你知道吗 上次你跟奶奶秦王绕柱之后 奶奶就悄悄学会了一个技能 啊 什么技能 嘿嘿 手臂伸长大法 啊 奶奶你弄屁 不准备